你好 由於深圳的物價便宜 現時交通便利 有多條通關的路線 特別是近年興起的聯塘口岸 很多香港人都會在深圳消費買送 尤其是北區的居民 這個現象看來好像人之常情 但實際是他們以幾乎免費的交通費過境 免費的背後是用了落油卡 落油卡是用上公帑 目的是方便獎者速行 但現時變相打擊香港的消費市道 市場建議限制落油卡的應用過境服務 好像港鐵過境線 都不能享用兩元優惠 費用水帖 公司體限制落油卡 儘管的空間 指定時可以植出 高度消費 高度消費 行為 儘管 增加水帖